用拆下来的铁棒用晾衣杆打在他们的身上 甚至有团伙成员在宿舍里面藏斧头 我们老师呢跟那个暴力团体的关系十分的密切 在他们的学籍上他们的饭事指数是多少 零 大家好 我叫人间空的蜜 我是一名曾经在日本高中留学留学生 我正在做一系列关于揭露我这些日本高中 插岛高中的真实的事情 另外我已经在之前的几个视频里面讲到了 这个校园暴力中暴力团体是怎么发展的 以及我们所介绍的一些暴力 上期我们说完在面对实际起暴力团体中 老师的一些行为 这次呢我们将多方面去叙述说 他们对于留学生的一些轻视 并且是对暴力团体的一种包皮 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相信在很多在外国留学的留学生都清楚 我们在国外我们永远是弱势群体 所以说有一些国外的留学生 他们都留留留学生的学校 他们都会说去注意留学生的一些实际的心理问题 还有一些生活问题 甚至很多学校会给留学部啊 或者是这个学校肯定会安排一个心理的一个咨询室 生怕这些孩子出现什么问题对吗 因为都是像我们这种高中出来留学的话 大家都是有那种14岁来的 15岁来的 16岁来的 17岁来的都有 就这么一群小孩子 你说把他们统一放在一起管理 然后也没有一些咨询的空间给他们 他们语言也不通 就人会变得很奇怪的 但是在这种学校里面是完全没有的 并且这种学校的老师 就是管理留学生的老师 我相信在上一期视频里面有讲到 我们就做两个简称的 就上次我说的那个简称不一样 我说的简称不一样 我们简称他为无课老师和气药老师 但是我们老师呢 他跟那个暴力团体的关系十分的密切 密切到什么程度呢 就我们之前就知道 像我们之前插岛高中的混混的头目 经常去这个无课老师的房间里面喝酒 喝酒抽烟什么的 然后不止一次 这两个老师长期的一个存在 导致了这个暴力团体 他变得胡作非为 就形成了一种风气 是什么风气呢 就是你没有加入暴力团体 那么你就不知道你是哪一天 是那个倒霉蛋 你就不知道哪一天 你会变成那个倒霉蛋 我举个例子 就他们 然后我们现在举个例子说 他们对留学生的一些侵视 之前有一个暴力团体的成员 他之前参与过不少暴力团体的事件 他在一个食堂 碰到他在食堂里面 和一个日本学生 他们有一些口角 然后他就直接抓着别人的领子 就是可能是 就是开始骂嘛 然后后面呢 这个事情被老师发现之后 就进行了所谓的基础分 然后进留学生 哦不不 进学生指导师 进行学生指导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不用上课 你要在一个小屋子里面 你要抄单词或者干什么的 这里呢就有一个疑问 就是什么事情 做到什么程度 需要被处分呢 答案是 基本上完全看老师的主观判断 而不是校规 比如啊 比如有人有自然卷 老师说不行 你这个得烫 不是 你这个得直回来 不然关小黑屋 宿舍清理日 你可能在干着干着 哎呀 好嘞 休息一下 老师看见了 提醒你 不然关小黑屋 点名 你点名之后 比如说我们 晚上七点钟点名嘛 对吧 你点名之后 才回来 你吃到了 可能关小黑屋 然后你宿舍里面 放了一口锅 不然是看见了 关小黑屋 然而这所学校 他们一直声称 他们是公平公正的 去按照规则来行驶 那么 我们来反观一下 他们对暴力团体 是什么样的呢 暴力团体 他们把同学 的头按到这个床柱子上撞 把柱子撞弯了 老师一点事没有 他们用铁棍 用晾衣杆 十一个人 群殴一个人 一点事没有 他们掏出匕首 来威胁你们 一点事没有 他们七八个人 冲进教室里面 去踹东西 摔东西 辱骂一个女生 一点事没有 他们把别人打骨折 这个人后面进了医院 好不容易说 老师解释不了了 一定要处分这个人了 最后他们以处罚的名义 让这个受害 就让这个加害者 说让他回国反省 但这种人 他回国怎么会反省呢 这回国岂不就是放山 放虎回山 让他去玩一个星期 就到最后 这些暴力团体的人 在他们的学籍上 他们的犯事指数是多少 我和我同学被打之前 这会儿你打了不止十几次加 老师也知道情况 但是就是没有对他们进行一个严惩 没有做任何符合校规的 合理的处分 因为判断 想是否需要处分的人 是老师 而不是校规 当判断恶性事件时 如果说一个学校 他不按校规行使 是非常的可怕的 这就像你的生活中 他没有法律 那你觉得你敢在这国家待吗 我想跟叉叉的同学们说 别再执迷不误了 认为老师和学校没有什么责任 开玩笑 他没有能力 他可以辞职 但他不可以昧着良心 说作为一个不负责任的一个教师 到了大学 你就会重新发现很多东西 就仔细去思考 你们就会知道 这个世界上的人啊 不是所有人都会干人事的 包括老师 包括学生 那不一定都是人的 一个稍微正常一点的 一个成年人 或者说一个成年人的老师 他都不会是说 让学生100个人里面 99个讨厌他 剩下一个不想讨厌他 这个学校伤害了无数的人 经过最新的采访和统计 我们才发现 这个群殴指数 远远不止20次 还不包括山耳光 不包括冷暴力 包括霸凌 这种简单的霸凌 都不包括 已经远远不止20次 在2015年到2016年之间 每过一个半月 就有一个人被群殴 都是被同一伙人群殴 用拆下来的铁棒 用晾衣杆 打在他们的身上 甚至有团伙成员 在宿舍里面藏斧头 这些人到最后还能顺利毕业 你们认为这是到底是谁的原因和责任 我认为已经很清求了 但是那些受到伤害的人 那些半数选择退学 回国的人呢 他们受害者里嚼着血 嘴里嚼着血味 咬牙切齿 身上的淤心还在隐隐作痛 去跟老师诉说的时候 向老师诉说无果 向家长诉说无用 有多少人还在接受煎熬 他们必须自己拍拍土站起来 面对所有人的压力 面对所有的之后 要退学之后 要重新上学的空窗期的压力 他们要比你们这些暴力团体的人 要坚强的多 然后我现在进行一些调查 去跟学校博求一些反应的时候 学校的老师居然跟我说 这是学校的错吗 下期我将联系这次学校 并且和大家一起见证这次学校的态度 和我的自己一些近况 另外我需要以前的同学们 还有一些就是一些有资源的朋友 我们一起帮助我来去做这个事情 另外我真的很希望那些被害人的家长 能看到这些 你们的孩子在这里遭受到了很多的事情 我感觉很可惜 但是我真的希望你们 能够站出来一步 帮助我们 谢谢 那今天的视频到这里结束 Persolut了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